今天有大陆贾伯斯称号的大陆的小米科技执行长雷军亲自到台湾介绍新手机 强调有五颜六色的外壳还有客制化的界面 希望抢攻台湾年轻市场 而重点是未来红海还有英华达也会加入代工 它的产量将会多出一倍 小米机来了 执行长雷军亲自介绍最新一代的小米2S 搭载的4.3寸全视角萤幕以及1.7Hz的四核心处理器 自家研发的米右操作界面当然不能少 后镜头高达1300万画素 前置镜头也有200万画素 16G万元有掌号称是最高规格的平价机皇 我们的云跟iPhone的云不一样 iPhone的云是个功能 而且iPhone存储的是照片流 我们是永久性存储 免费存储5000张照片 颜色鲜艳又饱和的小米机是这次公开手机的最大特色 企图抢攻台湾年轻市场的意味十分浓厚 利用互联网和粉丝沟通打造客制化的手机 是小米机最大的不同 而至今小米粉丝已经多达660万人 小米科技执行长雷军被称之为大陆的贾伯斯 公司2010年7月成立 隔年就开卖 2012年已经卖了719万只 三年不到的公司 营收已经创下了新台币620亿元 几个人喝了碗小米粥 就开始小米的创业增程 当年的一锅小米粥 十几个人创造大陆手机的另类奇迹 未来雷军野性更大 加入了鸿海和英华达来代工 预估产量将会多一倍 2013年目标总销售数字达1500万只 2013年目标总销售数字达1500万只